如狼似虎的老婆,你受得了吗? 每个女人都会经历不同阶段的年代,然而也会具有不同的心理。 就像有的人所说,你就像一只母老虎一样,坏得要死。 如果你碰到了这种女人,你要记得,其实她并没有表面上看上去很坏, 她也渴望你像对待小女人一样去对待她。 她也会缺少安全感,她也需要你去呵护,多抽出一些时间去关心她,疼她, 她就没有这么坏了,也许是因为丧了年纪,更年期提前到来。 冲儿死她的心情每天都很复杂,内心做什么事情都很纠结。 冲儿死她一遇到一些小事就会爆发她的脾气,让你感觉到厌烦,冲儿疏远她。 男人一定要记住,不管以后你的女人以后变成什么样子, 她都是最爱你的女人,在你以前贫穷的时候, 是她一直默默无闻地陪伴着你,对你无微不至地道顾, 不嫌弃你,始终对你一心一意。 她在认识你之前,在娘家也是父母手心里的宝, 是为早上明珠,但认识你以后,和你在一起每天像保姆一样, 伺候你的一死住心,不仅要照顾你,还要照顾你的父母, 做什么事情都要小心翼翼,就怕一不留心就做错了事情, 忍怒了你的父母,怕他们不高兴,总是会做事情都会考虑到你。 婚后为你生孩子,从一个年轻小姑娘变到现在家庭祖父, 每天都搞得狼狈,你要明白这些都是因为你,不是你老婆舍不得打扮, 而是她心里知道,自己的老公每天在外面那么辛苦地工作, 我不能因为自己的想要,就去浪费钱,出去逛街,看见好看的衣服, 鞋子都会想买给你,给孩子买,从没想过自己有没有东西要买。 夫妻之间的生活一定要学会沟通,只有相互理解,互相沟通, 才能够使两个人的心走到一起,家庭才会和睦,幸福美满。 如果两个人都遇到问题,不及时去沟通, 这样子会让误会产生的越来越多,婚姻也会从刚开始的甜蜜到痛苦。 女人其实要的很简单,就是你每天对她简单的问候,她就满足了, 因为女人的心都比较细,她在家里替你照看家里也很辛苦, 她就怕你嫌弃她,而在外面寻找小山,这是她最不想看到的一面, 所以请珍惜这类别人,除了你的父母,你的老婆, 对你才是真心真意的,不要辜负了她对你的爱。